国内流感进入流行期 一周近11万人次因为类流感就医 虽然目前仍以A型流感H1N1为多 但最近有临床医师发现 B型流感病患也逐渐增加 最近也塞了好几例的B型流感的案例 那B型流感没有在流行 所以很多人没有抗体 尽量不让他们去摸东摸西什么的 然后可能会戴口罩 疾管署分析近一个月的流感病毒抗原 发现B型流感的流行株和疫苗株 百分之零吻合 不过机关署强调照过去经验 还是具有六到七成的保护力 呼吁民众人应接种疫苗 最近流行的维多利亚株和疫苗株的 抗原性其实有一点差距 那也就是表示说血清抗原反应 没有那么好 但是依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就算是不吻合一定还是有保护力 机关署表示病毒株百分之零吻合 是利用血雕做抗原试验 不代表人类也会完全不吻合 仍有交叉保护效果 机关署强调今年的公费疫苗 已升级为四架疫苗 包含B型流感的维多利亚株 三型株两大品系 事实上流行不是这个分型 是另外一个分型 所以多少一些共通信在 所以多少有一点没力 但是就是效果会不太好 医师表示流感病毒一直在变异 会有预估失准的情况 机关署统计 近期主要流感还是A型流感占七成 B型流感跟往年相比为福成长 B型流感主要发生在孩童 旋龄前幼童 若有发烧 全身酸痛症状要特别留意 原始新闻综合报道